最近有一个生态很多派友都去参与 这个生态就是叫PiPad 但有人说 这个生态应用会盗取我们Pi账号 然后在前几天 尼古拉斯博士说了一件我们都想要知道的KYC问题 另外 如果你想成为KYC验证者的人请注意 因为成为验证者之前签署的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 你除了要承担法律责任外 你的Pi账号会被冻结、删除、挖到的Pi币会完全归零 大家好我叫小轩 首先 小轩我想和大家宣布一件事先 就是以后我想和大家分享更多与虚拟货币相关的资讯 但我会以虚拟货币新手的角度和大家分享先 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 可以留言赞吗 OK 那这期影片我为大家整理了一些 你需要知道的PiNetwork的新资讯 也好让Pi友们知道最近Pi有什么新消息的 影片里也会提出我的个人看法和观点 在影片开始之前 老观众可以先点一个赞吗 新的观众朋友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到你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点赞 还有订阅打开小铃铛 OK 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吧 昨天主页更新的视频基本内容就是 我们现在挖矿Pi币的算法 是基础速率乘以加成倍数 再乘以奖励倍数 那币值基础速率大家都一样的 这个4月的币值是0.0202 以后每个月都会降一点 降多少没人知道 可是我们这样来理解吧 如果越多的用户参与 Pi越多的活跃先锋挖Pi币 那币值就会降越多 小轩我觉得 其实我们应该要感谢那些停止挖矿Pi币的派友 因为他们停止挖矿了 币值才不会降得多 而我们就可以挖更多的Pi币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感谢停止挖矿Pi币的派友呢 接下来就是加成倍数 试看你的安全圈和锁仓比例 这些每天基本不变 奖励倍数是决定于你上下级在线人数 这是随时会有变化的 你使用生态应用的时间节点贡献 这些奖励每天都不同 所以增加挖矿Pi币的方法是 安全圈锁仓推广生态和做节点 你如果想了解更多 可以在影片描述栏获得更多资讯 第二个消息 第一种节点不会有奖励了 之前我们只是在电脑上安装PiApp就可以获得节点奖励了 但最近已经有几天没有节点奖励 所以这位安大管理回应说 对于有些人只是安装PiApp 但没有安装刀客的 是不会有节点奖励的 你如果要得到节点奖励 就必须安装第二种节点 第三个消息 生态是否安全使用 首先 小轩想和大家说 每一位在Pi链生态付出的开发者 都应该受到尊重与鼓励 因为他们付出了时间金钱精力来开发应用 而且没有生态应用去支撑建设Pi PiB怎么可能会有价值 OK 那我们回到生态是否安全使用的问题 预管理说目前的生态都是第三方应用 与项目方没有任何关系 项目方只是开通协议地址让他们作为生态开发使用 那最近有一个生态不少Pi有都去参与 这个生态就是叫PiPet NFT 这是养宠物的游戏 那刚才说了 目前的生态都是第三方应用 这个PiPet NFT也是派授权协议的第三方项目 只要使用Pi协议 就具有安全性保障的 可是为什么预管理最后说 大家参与到什么程度还需要自己考量 所以生态到底是否安全使用 有存在账号被盗的风险吗 小轩我认为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 但以下的四点大家如果没去碰的话 基本上是不会有任何的风险 第一生态要你设置一个密码 请不要使用跟PiApp相同的密码 第二如果生态要你输入助记词 那这个生态就是想要骗取你的Pi币 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退出就可以了 第三那些自称是Pi生态 但不使用Pi SDK这些项目 大家最好远离 第四只要有指纹和面部识别的手机 而且你有加入指纹和面部识别认证的话 就不需要输入助记词打开钱包 通过这样的进入生态的方式 才是最安全的 小轩我个人认为保护账户是第一要素 然后过度参与并不见得就是一件好事 因为里面可能夹杂住很多无非预知的风险 当然只要是使用Pi协议 大家都可以放心去使用 而且应用的开头如果是Pi都是需要授权的 这部分是安全的 只是以后任何的生态如果出现要你注册账号 这部分大家就要小心 不要使用跟Pi app相同的密码 当然如果你还是非常担心账号被盗的风险 大家就暂时别碰乖乖点闪电就好 总之现在很多以假乱真的怕项目和生态 我们要睁大双眼注意不要踩坑 第四个消息 提防骗子 小轩我认为还是有需要再次提醒大家 大家自己要注意 如果不是官方 其他人通过邮件或讯息你 千万不要点击邮件中的连接 看到这样的信息直接把它关了就对了 第五个消息KYC 米古拉斯博士在开发者频道 回复了一个大家想要知道的问题 小轩我为大家整理出博士回复讯息的几个重点 第一大规模开始时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 第二整个KYC过程都是按照算法来进行的 包括需要多少验证者收集多少数据 都是通过算法来宏观调控 博士还说了算法很快 相信项目方背后的代码写了很多 第三将会有很多的KYC验证者 一旦大面积KYC就会很快通过 比大家想象中的快 验证者目前正在处理积压的审核 当越来越多的人参与验证者这个环境 那KYC的速度就会变得飞快 也就是说数量差不多的时候 一天就可以完成好几百万人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一切都在进行 我们准时挖Pi币等住就好了 如果你收到KYC并且通过了 你也可以申请成为验证者之一 为KYC做一个贡献 第六个消息 KYC验证者 当然如果你想成为KYC验证者请注意 因为你如果想要成为验证者 那么你在验证KYC过程中的任何信息 你都不可以复制、下载或者与任何人分享 项目方式可以追溯到是谁泄露的 在任何人成为验证者之前 签署的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 你除了要承担法律责任外 你的Pi帐号会被冻结、删除 或者挖到的Pi币会完全归零 Pi项目方十分重视 Pi先锋们提交的KYC信息安全 已经成为KYC验证者 或者想要成为验证者的人一定要注意 那目前已经有验证者泄露被验证资料 这位验证者的账号已经被冻结了 项目方对于各自管控相当严格 所以Pi有一定要遵守规定 千万别当而戏 代价是非常惨烈的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说 哈? 这不就是说KYC有资料泄露的风险吗? 首先 小轩我先和大家分享 一位来自台湾的KYC验证者 杨胜的个人分享 他说目前KYC已经全球随机全面开始了 他是三月底提交的 前几天他过了 KYC也申请了审核员 在他正式成为审核员的两天 一共审核了一千多件 主要审核有三件东西 第一就是证件 第二是视频 第三是相片的证件照 与本人的相片差异 来区别是否同为艺人 所以他建议还没收到KYC的派友 尽量让证件照片与现在本人越像越好 因为这位叫杨胜的派友来自台湾 所以都是审核当地台湾的证件 但是视频跟相片就有非洲人 中东人 法国人 美国人 英国人 东南亚人和大陆人都有 所以验证者杨胜才说 已经全面开始KYC了 两天就已经审核一千件 可见提交KYC的人有多少 所以KYC安全吗 KYC验证者杨胜说 审核的资料是分开的 就看项目方出证件或者出视频 又或者出相片给他审核 而且他还说资料是很安全的 他只能看到他要审核的部分 就是说这些被切割的资料 流出其实没有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理解成有人偷拍你 然后把你的视频和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上而已 最重要的是那些验证者 把人加个自外卸会被告 会坐牢的 因为在任何人要当验证者 之前必须要签署保密合同 违反了就要付出代价 哪个国家法律都一样的 然后我们也不要忘记 只有通过KYC才能成为验证者 这就是说项目方式 可以找到那位将派有资料外泄的验证者 OK 那么成为KYC验证者的合同 讲得清清楚楚 可以认同再去参与验证者 如果不能认同 就不要去参与成为KYC验证者 小萱我想提醒大家 如果想要参与验证者就要遵守合约 照处规定执行就好 而且验证者杨胜他还明白了 为什么项目方的KYC那么难了 尤其相片有的差异太大 他看到了证件照是大胖子 可是本人确实很瘦 所以很难分辨 可能会经过很多个审核员来审核 最后官方再做最后决定吧 而他审核下来才知道项目方的为难之处 总之我们大家准时坚持挖PiB 耐心地等待吧 我们很快就可以KYC了 OK 那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Pi友们 我们大家一起继续加油哦 我是小萱 谢谢大家的支持哟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